骑机车要带转 大部分机车族都会遵守规定 但在士林建坛路与积合路交叉口 却有个带转区与车流逆向 导致许多骑士在等红灯时 常被往来大型车辆逼到无路可退 现象还生 因为它的路幅狭小 所以右转进来的客运车辆 它每一次转进来的时候 都会切到机车的停等区 让这些摩托车族必须要不断的往右挤靠 自从捷运建坛站2号出口旁的积合路 被改为单行道后 机车族就被迫要到逆向带转阁等红灯 去年7月到现在 已经发生36起车祸 市议员王维忠批评如此设计 根本是拿市民生命开玩笑 交通局在做这样的规划的时候 虽然是考虑到摩托车族带转的需求 但是却没有考虑到 大车进入的时候跟摩托车 争到的一个危险 以及一旦发生事故之后 肇事责任的厘清 整个路区跟路灯的部分 因为是公登处的拳馆 我们会找公登处一起来研商 因为它迁移完还不止那个部分 应该人行道的部分 也要做一些调整退缩 让它回转半径更好切 目前从建坛路右转进积合路的 只有两条国道客运 公民处表示会请相关单位 检讨路线调整的可行性 以确保机车族 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游湘亭采访报导 未经许可行为